嗯 一针 一线 一世界 一纱 一绣 一人生 鼠绣是一门慢手艺 它可能慢到需要你用半辈子去认识它 了解它 爱上它 并且享受它 然而 多数的人并没有这样的耐心 我带了一百多个学生 然后坚持下来只有二十多个 确实这个在绣制过程中很高 现在年轻的人又比较合照 确实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有一时会会遇到很多困难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带学生 叫他们停下 不要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不要再绣 就带出来还散散心啊 看一看大自然的那个 释放一下那个 就是 一门的兴起 一门的兴起 对对对 就好了 和孟老师的交流中 我们总会不自禁地 谈起过去和未来 在她看来 鼠绣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生存期 进入了健康的发展阶段 她相信 鼠绣可以走得更远 而对我来说 孟老师教给我的 不仅仅是一针一线的手艺 更是一堂关于人生的必修课 她的主题叫做平淡与坚持 成都有确切记载的建成史 可以追溯到两千三百年前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成都创造了两个奇迹 从未更改成名 也不曾迁移成志 她就这样平静而祥和地 屹立于天府之国的腹地 默默观望着这里的一切 战乱与和平 兴盛与衰亡 全清朝野的王侯 或是命如草芥的贫民 她们的故事 对于这座城池 都是白居过细的一瞬 所幸 却通过接下来的这枚艺术 得以代代流传 我接下来想要尝试的这门行当 不仅仅需要灵巧的双手 还需要调动我全身的肌肉来配合 春剧 以前我只是在电视和舞台上 欣赏过它 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 我有机会亲身尝试 非常地期待 伴着锣鼓 一台热热闹闹的川剧表演正式开场 《蜀蜂雅运》是成都一家 颇有渊源的民间里员 每天晚上 这里都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上演一幕幕精彩的川剧表演 《喷火》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一种特技表演 通常用来描写妖魔鬼怪的角色 演员使用松香墨和被完全燃尽的指灰 作为助燃物进行表演 好看却也十分危险 变脸更是川剧的绝活 演员通过变换不同的脸谱 来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变化 这就是我对川剧着迷的原因了 它把抽象与夸张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川剧的唱腔结合了昆曲 高腔 胡琴 弹戏 灯调 五种来源于各地的不同声腔 然而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 我根本无法辨别它们之间的区别 但是当一切的元素 比如那些传统的打击乐器和弦乐器 精美的服饰妆容和一板一眼的身姿动作 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密方式 对于免费的关系 最多的关系 在关系上 封费的关系上 封费的关系上 封费的关系上